美国前总统川普史无前例遭到起诉 不只付成人女心疯口费 传出纽约检方还调查 川普涉嫌给杂志女模卖道高 15万美元保密婚外情 川普法律团队证实 他绝对不会认罪 毕竟认罪了就代表之前都在说谎 川普本人周二即将不上手铐出庭 美国ABC新闻爆料内幕 川普四处找党内大佬求救 包括2024竞争对手 婆州州长迪尚特就帮川普说话 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也痛批检察官干预大选 微妙的是麦卡锡同时呼吁川粉 不要聚集抗议 共和党人似乎各有盘算 倒是川普支持者不离不弃 只是川普家人反应各有不同 张子小藏纳怒骂司法机关 女人伊凡卡比较含蓄 在IG感谢各界支持 至于太太梅拉尼亚 虽然看到丈夫卷入婚外情风波 一度传出激动震怒 但根据每日邮报报道 她已经改变态度 继续挺川普 TPS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跟日本启用了防卫热线 这是要避免冲突的 但是防卫省却有些担忧 请教林夕 好 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官员 在二月底的时候 在东京召开日中安保对话 在这个会议上 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要重启防卫热线 日本的媒体共同社就报道了 日本的防卫省证实说 这个直通的路线 是已经开设了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避免 偶发的冲突事件 以及是要促进日中双方 相互理解还有相互信任 什么样的偶发冲突事件 事实上日中双方 在2018年的6月就开始协商 如果有海上或空中 军事的偶发冲突的时候 要能有一个联络的机制 而这个国防热线 就作为这个机制三大支柱之一 不过日本的防卫省也提到说 这个热线目前是可以使用了 但还没有真正的使用过 他们也关注的是 万一真的发生了 这个海上或是空中的军事的 偶发冲突的时候 这个热线打过去 中国大陆方面 是不是会接起来 以及是不是会有相关的应对指导 再来看到联合国安理会的 轮值国患俄罗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声明 认为这是荒唐跟破坏性的消息 跟着德国媒体镜头 进到莫尔多瓦的清二区 涅斯特河沿岸 处处可见 俄罗斯国旗 涅斯特河沿岸和乌克兰西南部相邻 三十年前一场战争后 这个地区跟莫尔多瓦分裂 俄罗斯也持续在这驻军 过去几个月 莫尔多瓦不断发声 由清二的索尔党发起 企图颠番政府的抗议活动 甚至传出这些示威者 都是索尔党付钱请来的 西方情报机构表示 这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清 他意图破坏国家稳定 并推翻清西方政府 莫斯科不只僵守 升进莫尔多瓦 更是在这个一月 开始轮值联合国安理会主席 俄国上一次担任主席 是去年二月 正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自然泽伦斯基对此气得跳脚 乌尔之间的口水战不停 没想到连北韩都加入战局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 包媚金语正 批评泽伦斯基发动政治阴谋 而且还有发展核武的野心 甚至妄想击退俄罗斯 恐怕只会招来核灾而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 内美金语正 抨击泽伦斯基有发展核武的野心 会招来核灾 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 出现了一个线上连署 在3月30号的时候 这个连署的诉求是说 乌克兰应该要在领土上 部署核武或者是自行研发核武 来进行武装 事实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规定 是说民众可以在网路上发动连署 不过90天内要达到2.5万人 总统泽伦斯基才会做出回应 而这个3月30号开始的联署 到4月1号 其实只有611个人参加而已 没有过门槛 而目前泽伦斯基办公室方面 还没有针对这个联署 做出任何的表态跟看法 但是北韩居然有想法了 金正恩跟金宇正是跳出来批评说 泽伦斯基是策动网路连署 来发展核武的野心 他们认为说这根本是 用一个居民的表态方式 其实提到的是 未来他们想要做的政策 而金宇正甚至说 他说这是鲁莽的核妄想 最后只会通往灭亡而已 他也提到说乌克兰想要打败俄罗斯 没有顾虑到后果 正在招致威胁生存的核灾难 还说乌克兰走错路了 走的是黄泉路 句句的重话显示出 北韩在国际机研艇2的立场 是相当的坚定的 北关南部跟中西部7个州 两天之内出现了 50多道的龙卷风 造成22人死亡 想请联系记者张正安 好的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这名男子 在车内用手机向外拍 一开始还只是刮大风和暴雨 拍打着车窗 只是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风势是越来越强大 一旁的树木瞬间被连根拔起 陈土飞扬打在车上 逼得车主是狂飙脏话 并整个人在车内压低身子 这是他拍到龙卷风来袭 当下的瞬间画面 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拍到的画面更为惊人 树木以及各种碎片被卷入空中 根本是一团混乱 那这名车主事后说 当时真的认为自己要死了 这位车主幸运活下来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遇到相同的命运 因为这场龙卷风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岩城 至少有2600栋建筑受到影响 整个州至少5人死亡 50人受伤 并且出现10多个龙卷风 不止如此 从上个月31号到4月1号之间 全美有7个州都出现龙卷风 数量多达50多个 目前量成超过22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最新受到破坏的是德拉瓦州 龙卷风甚至疑似造成伊犁诺州的一间 正在举行表演活动的剧院 阿波罗剧院的屋顶坍塌 现场是陷入一片漆黑 可以听到民众惊慌尖叫 这跟意外造成一死 40多人受伤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美国极端气候最新消息 土耳其历经抢阵 现在可能也要历经经济的地震 连锁的速食龙头宣布要退出灾区 还解雇200多人 好 大家还记得 2月初发生在土耳其 跟叙利亚边界的强症 在当地不少城市都重创 而国际的连锁速食业者 他们是在正后 一个多月 3月22号的时候宣布说 他们要退出灾区的经营 因此解雇当地200多名的员工 当地的食品工会会长 他们就提到说 这些灾民在灾区经历地震 已经是受伤一次了 现在还因为业者放弃 在当地的经营而失业 对于这些民众来说 根本是经历第二次的地震 事实上这家跨国的速食集团 他们在1989年的时候 就插起土耳其 已经蛮久的时间了 是在40多个城市 现在有200多间的分店 总共聘雇的人 高达5500名 另外联合国的劳工组织 他们也统计说 事实上土耳其在地震之后 有高达65万名的劳工 面临失业 因为失业而没有了收入 所以在受影响的地区 每个月实质所得 全部加起来 损失是高达1.5亿美元的 深圳社AI越来越风行 但些衍生很多问题 意大利当局认为 却GPD不符比例 使用大量隔资来训练AI 宣布要封锁 生产是AI真的方便好用 又安全吗 有欧洲国家不这么认为 意大利开了民主国家的第一枪 声称却GPD不合理储存 大量用户资料和付款资讯 决定先禁用 其实几天前 才有一封联署公开信 缺乏审核和监督 就是马斯克等人最大的担忧 OpenAI和微软最新推出 GPD提示